很高興 感謝各位媒體還有所有的朋友 還有我們市長局長 來到現場 今天的首播 今天沒有來現場的幾位朋友 也是很重要的製作團隊 我還是沒講 當然就是第一個是我們的那個Doris 她現在人正在香港 也在舉辦簽名會 那這一支影片所有的創意都是Doris 她講出來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導演鄭文棠 能夠拍的這麼有電影的質感 我覺得一個導演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再來就是楊志龍舞術指導 那還有看到佛兒跳舞的部分 是一門舞集的這個首席的編舞家 布拉瑞亞 還有包括最後的那個樂琴的演奏是陳明章 所以這一首歌其實 真的是所有的套一句這個馬世方 知名樂評人講的 所有的這個天兵天將眾神都請來 這個加持的一首歌 那有這樣的一首歌跟這樣的一支MV啊 最關鍵的其實是這個復古的場景 我們其實從台北開始想 就是想到這一支MV的時候 我們從北一直想 我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 越北 古蹟拆的越多 你想到什麼東西 然後不是沒整理 要不然就是根本被拆掉 所以後來我們覺得這個 一直困在台北不是個辦法 所以後來 當這個走出台北就豁然開朗了 走出台北以後發現 其實越到南部 尤其最後到了高雄以後啊 這簡直是所有做創作的人的天堂 不只是說還保留很多的古蹟 可以來適合你各種場景 各種想像 各種創意的拍攝以外 最主要還有像是在高雄有 這個拍片資源中心啊 然後不管是針對 你要做任何的這種藝術創作啊 他都已經擬定了一套辦法來協助你 所以在這邊 我還是要再次的感謝我們高雄市政府 還有文化局跟新聞局 對我們這支影片的拍攝 先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大家都知道閃靈的MV 上線以後都超多人看的 那不管是像黃軍 這也是高雄的故事 還是像是這個 我們之前的牧城武的電藍等等的 幾支都很快就破了一二十萬人看 現在這一支只是預告而已 預告上了兩天 就也破了好幾萬人看 已經破了前面幾支MV的預告的紀錄 所以我可以想像這一支MV 應該會是閃靈成軍以來 這個大家應該最喜歡的一支MV 所以在這邊 再次感謝 也很高興看到所有高雄的朋友 那我知道接著我們是要 好 那就先這樣子 謝謝大家 大家再見